新闻最后报道 而对于国民党到底要推谁出马来选新北市长 今天就在这个新北市 当然就是现在台北线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场景 新议员李友钦 他明明是民进党籍的 不过却开着宣传车 沿街鼓吹 拜托国民党籍的县长周习伟 一定要竞选角逐连任 这举目 这举动当然引来侧目 不过疑问之下 原来是他认为 只要国民党推出了周习伟参选 民进党就有机会可以胜选了 讽刺意味十足 民进党台北线议会总招李永钦坐上宣传车 当起了司机 是要边拜年边立恐周习伟 代表国民党参选新北市长 这边挂的是李友钦百年照片 可是播的是什么歌啊 又是伟歌又是老虎女丘 他认为民众的这个印象中 就是只有抓女丘跟打老虎 用这个建议这个机会来向国民提出 希望国民会去周习伟 希望在这个国民党的民调 他能整出的提名 说穿了不是立恐而是在栓周习伟 讽刺的竞选歌曲配上宣传车后 卡通版周习伟 打老虎抓泥丘的门绳 和一副对联 上山打老虎 下水抓泥丘 横劈掉车尾 真的是超苦手 五都年底选战 有一角逐一元的人可不少 一级战区新北市竞争激烈 趁过年挂有参选人 肖像名字的赫年看板 春联马路上到处可见 搏板面拿对手县长来揶鱼 这招高啊 每天到的老虎就想到你 美日新闻陈建廷 刘玉琪台北报道 不管